音乐 双塔插云 两个塔 宝珠塔 雷锋塔 三摊音乐 花港关于在我们的正前方 在这里 花港关于 这个地方叫花港 乾隆 汤西在那 赏鱼写下了十字 花港关于 写鱼的时候呢 对于我们正常写四点 这个乾隆 汤西写三点 对的吧 三点为水 四点为火 中国古代写火 所以 鱼在火上风 死鱼 杭州富饶 国泰民安 人民生活 富足 快乐 所以呢 康西说 希望这个 杭州的市民如同雨 一样 欢快地在水中游来游去 所以我们就点了三点 花港关于 柳浪文英 柳浪文英在我们警察的最后面 在我们左边 还有两个警察在哪里 在我们的左边 今天是厚宝的 今天是厚宝的 这个山呢 上面有两个警察 一个呢 是叫南庆宛宗 南庆山上有顿 古叉 镜子室 超到中身 所以是南庆宛宗 还有一个呢 雷锋西照 雷锋的卡尖 是以前是用火龙做的 倒掉之后呢 就是用这么多的 所以我们好听过来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 四点钟八五点 向下 四点到四点 在这个书记上 这个角度看过去 夕阳西下 这个阳光正好照在塔塔上 映映正辉 有如国家光芒四色一样 所以是雷锋西照 所以我们西湖宾上面 一共是十大景色 春夏秋冬 书军春晓 绿月风和 平时秋月 断桥蚕月 双塔塔云三台秋月 八广光芒流浪 唯一 南庆宛宗 美国洗澡 又是十大景色 好了 简单的西湖宾 简单的讲点 就到此结束 大家接下来 随着传行 我们回到原来的码头 大家